大家好 今天呢想跟大家探讨探讨这个高荒穴 就是我们人身上呢有一个穴位叫高荒穴 这个穴位呢 有很多人呢就会联想到病入高荒 跟病入高荒有没有联系 我今天呢我就讲一讲这个这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是孙思淼唐代时期的孙思淼最早记载的 他这个原文是怎么说呢 就说这个这个穴位呢主治虚雷受损 五劳七伤及梦失今 上气可逆 谈火发狂 健忘 胎前产后等 百病无所不聊 你看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叫百病无所不聊 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穴 无独有偶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书名我记不清了 也是讲针灸的一部著作 他用了很大的一篇幅来讲 该怎么揪这个穴位 他甚至是有的人呢就一招先吃遍天 就给人揪这一个穴位 讨饭吃 我就给你就平时保健 我就给你揪这个 然后呢我就 有点微薄的收入 当然如果治的好的话还能发财 就靠这一招就给人调病养病 所以说呢就这个高方穴呢 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穴位 但这个穴位呢 居然在针灸学的开山著作 针灸甲乙经当中没有记载 明堂经也没有记载 所以呢说呢这个就突然冒出来了 这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要说跟心脏有关系吗 唯一有关系呢 可能就是离心脏较近一点 但是呢跟心的那个穴位呢 还不一样 因为它是在背上的第四胸椎急凸下面 旁开三寸 就跟那个肩胛骨连的那个点 但是呢那个心书呢 是就在它第五胸椎急凸下 旁开一点五寸 三寸 这是心那一个横截面的穴位 所以咱们完全呢就是没有关系 虽然只是邻居关系 但是呢不在一个一个面上 我看背上的穴位呢 我多讲一句 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看叫 一三五 就是我们把大锥称之为零的话 大锥急凸下 就第七颈椎 急凸下面这个穴位定为零的话 那么第一胸椎急凸下 定为一的话 下面呢 古书 所有的古书上都是一三五 七 这几个有穴位 其他的没有穴位 刚好呢 那就是 也就是说 高荒书 它只是旁边多出来的一个书穴 它隔壁 1.5寸没有穴位 它隔壁再过三寸 就是到了那个急凸上 急凸下面 也是没有穴位的 所以呢 这完全就是一个经验用穴 结合我们上期讲的 当时呢 病入高荒呢 指的是当时 说的近景宫 病比较棘手 并且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病 而这个高荒 高荒书呢 到后期呢 大家都引用这个高荒 病入高荒 认为这个病呢 就是虚损病 病很重了 拖到最后人很脆弱 就是大家的这个 对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正是因为在这个基础上 三四秒呢 才定出来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叫高荒穴 或者高荒书穴 为什么叫高荒书穴呢 因为我们背上的穴位呢 都一般加个什么书 然后来分清楚 它是背上的穴位 另外呢 我们看 那么说 那高荒书在隔壁上啊 它能治隔以下的病吗 这个是我要讲的 就是我们人身上的很多穴位呀 不一定是哪儿的问题 那个 治那个哪儿问题的 那个穴位就在那个地方 比方说 腿上还有光明穴呢 那光明穴很明显 是眼睛的问题呀 对不对 就是像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 那么 那么 这个高荒穴 它究竟 孙思苗描述 它有哪些功效呢 大家看一看 说 首先 主治 我们看 很多主治啊 头两句是最关键的 最后一句 最关键 你看它这个怎么描述的 叫 主治 虚雷 受损 虚 就是很虚 雷 就是雷弱 就是雷兽的雷 兽 就是偏兽 损 劳损 五劳七伤 即梦失金 这也是老损 然后上气 可逆 可喘 可喘 谈火 发狂 健忘 胎前 产后等 百病 无所不聊 读了这一段描述以后 感觉 基本上各种虚损病 好像都能用得着 没错 正是因为各种虚损病都能用得着 所以呢 他才把它命名为叫高荒疏血 因为病最重的 大家观念上都认为病入高荒了 病很重了 病很重的时候 用这个穴位都能管用 那更不用说其他的各种病了 所以说 命名为这个 完全是一种 有一种文化的感觉 就是赋予了这个穴位 一点 信心吧 就是大家 就是让大家对这个穴位产生信心 是这样一个说法 当然这是我的想法了 所以呢 他跟高荒 病入高荒的那个高荒啊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看在真究大成里面 这是明代的著作了 叫 阳气亏弱 诸风固冷 这个呢 就跟那个上面那个就联系起来了 人呢 这个病到后期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阳气不足 这个容易被风寒风冷啊 所侵扰 所以呢 你就置那个穴位呢 就可以 顾表 然后 属风 这又能联系起来 说到这里呢 我就想起 有人曾经问过我 说 三幅贴 医院的医生啊 就有的人呢 就给我乱贴 贴的 他都不知道贴哪 贴的全身都是 有没有贴一个地方 效果最好 然后呢 又方便 就反正就是能让效果最好 选一个比较精简的穴位 我就会推荐 就用这个穴位 高方数学 那多说一句 这个三幅贴呢 一般呢 他这个 无论哪一种三幅贴啊 他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药 叫白戒子 这个药呢 他因为里面含有白戒子油 是一个辛辣味 特别重 对皮肤刺激特别大的 一个东西 正是因为他对皮肤的那个刺激 他会产生那种 类似于艾灸的效果 让局部充血 所以呢 这个三幅贴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呢 皮肤脆一点的人 容易过敏的人 就贴完了以后 还是要小心一点 有可能啊 会对皮肤有一点影响 影响到美观 这个时候呢 如果选用 这个背后的这个高方穴呢 就可以 使这个三幅贴的这个效果最大化 我 我就敢这么说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从理论上 它完全是通的 首先它是补的 另外呢 它能治肺细疾病 其实三幅贴最早呢 就是用来治一些风冷顾疾 引起的这个酒壳酒喘 对这一类的效果呢 有突出的效果 包括白戒子这个药本身呢 也是去痰温肺 温肺去痰温化寒痰的一个药 所以它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 后来呢 又对这种体表的那种刺激性呢 刺激穴位产生治疗作用 所以呢 就贴这个高方穴挺好 这个原文上讲啊 这个高方穴啊 可能要 就几百状 甚至是上千状 这个谁 现在人哪有那个功夫啊 那拼命的就一天不干什么 就全部去救这个穴位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三副贴 或者是自己配一点中药 就外用涂在那个地方 涂抹在那个地方 然后让局部啊 有那种灼热感 最好那个灼热感能透进那个肩胛骨 那个肩胛骨跟背上的那个空隙当中去 有这种效果呢 那些当然了 就是就能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了 好 关于高方穴这个穴位呢 我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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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